屏東潮州火車站有乘客因為錯過列車 和車站的副站長爆發了口角 質疑副站長第一時間沒有告知 列車就是眼前的班次 結果在看車票確認的時候 眼睜睜看著火車開走 不過副站長也拿出了影片自清 強調對方詢問的時候 車門已經關閉 這場喔 這是哪一發 哪一發車票在 哪一發車票 這網票來不及了啦 來不及了 乘客急急忙忙來到月台 放上車自一時搞不清楚 就怕趕不上車班 隨即詢問台鐵人員 你追趕嗎 我看一下車子在哪邊啦 一天一都誰 開工的啊 眼看時間就要來不及 車號是對上了 但列車也同時間啟動開走 直接搬啦 直接搬啦 喔 怎麼跳上去 XX啊 阿里 又要我上去啊 實在好無奈就差那麼一點 原本有機會趕上的火車 卻疑似因為這樣沒搭上 當下顧客站員產生誤解 情緒上來引發口角衝突 你再跟我講自叫好了啊 現在9點11分 這班車本來9點8分就要走了 你問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時間往回到當時夫婦倆 在列車進站前 9點06分就已經在月台等候 接著火車9分進站 負責的副站長拿出影片自清 表示當時他們並沒有上車 似乎是在車門關上 後才上前詢問 我們車門 現在就是我們車門已經關好了 然後他才問 他怪罪我說看票看太久 其實不管我看票是花7秒 還是花2秒都一樣 那你們差2秒就上不去 其實我們都要很準 強調火車時間都必須好好控制 為了安全起見 提醒乘客盡量提走 若是因此引起誤會 就盼雙方好好溝通爭議能就此平息 記得收視頻就到